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斯認為 由特首指定法官處理國安案件 削弱《基本法保障》的司法決 對於譚耀宗子 將來部分國安案件 可以移交內地法院審訊 大律師說需要看條文具體怎樣寫 他說如果香港已經有一套 度身訂造的國安法 執法機關有權處理 可以在香港審訊 本地亦都有監獄 質疑有什麼需要 將案件移交內地審理